大家好,我是Roland 如果有一个国家没有一滴石油 没有一块煤炭,没有水电 风能条件也一般 太阳能还经常被云挡住 你觉得这样的国家能源安全吗? 说实话,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 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很危险 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 新加坡的电网可靠性 常年排在全球最前面 普通家庭一年平均停电时间 只有0.26分钟 对,你没听错,连一分钟都不到 而且到今天为止 新加坡从来没有出现过 系统性能源危机 所以问题就来了 一个资源条件几乎零分的小国 它的能源安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重点来了 新加坡的答案不是资源 而是一整套极限理性的能源战略 接下来我们先把新加坡 新加坡最大的软肋摆到桌面上 你知道吗 新加坡大约95%的电力 来自天然气 而且要注意的是 新加坡自己一丁点天然气都不惨 也就是说 电力命脉几乎完全细在进口能源上 站在很多国家的角度 这简直就是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你可能会想 如果天然气断了怎么办 价格暴涨怎么办 地缘政治出问题怎么办 说白了 这看起来就是在赌国运 但是呢 新加坡恰恰是在这一点上 做了一件非常反直觉的事 它没有逃避依赖 也没有幻想能源自己 而是选择了一条 把风险做成制度的路 那新加坡具体是怎么做的 先说最关键的一点 多元进口 新加坡的天然气 不是来自单一国家 有来自英尼的管道器 也有来自全球市场的LNG 而且不只是买 而是提前锁定 2024年 新加坡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 名字很简单 Gasco 国家天然气公司 它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 统一采购 分散风险 也就是说 不让市场各自为战 而是用国家信用 去谈长期合同 组合合同 费用条款 再看基础设施 现在新加坡的LNG接收能力 大约是每年1100万吨 而在玉朗港 第二个LNG接收站 正在建设中 投产之后 再增加500万吨每年 你可以把这理解成什么 打个比方 别人是现买现用 新加坡市 提前把仓库 码头 合同全部准备好 哪怕价格波动 哪怕供应紧张 它都能扛住 这就是新加坡能源安全的第一块底盘 不过呢 有能源进口还不够 真正让新加坡能源系统跑得稳的 是它的市场结构 大家可能不知道 新加坡的电力市场 是高度市场化的 发电测试竞争的 批发市场由EMC运作 零售段也完全开放 普通家庭 是可以自由选择电力零售商的 而电网本身则由国有的SP集团统一维护 也就是说 稳定性归国家 效率交给市场 再说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新加坡还有一套需求响应机制 当电力紧张的时候 不是强行限电 而是通过价格信号 引导企业主动降低用电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2023到2024年 这一套机制直接节省了大约7亿美元的电费 换句话说 新加坡的能源系统不是靠行政命令顶住风险 而是靠市场实时自我调节 说到这里 一定有人会问 那新能源呢 太阳能是不是答案 说实话 新加坡对太阳能的判断异常冷静 目前新加坡太阳能装机 大约1.5级瓦峰值 2030年目标是两级瓦峰值 听起来不少 但实际上只占全国用电量的大约3% 而且官方评估认为 即便到2050年 太阳能的极限贡献 大概也只有10% 所以新加坡很清楚一件事 太阳能重要 但救不了全场 于是它开始补第二条腿 比如说储能 2023年 新加坡在玉朗岛建成了285兆瓦时的储能系统 这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 再比如 氢能 新加坡明确提出 到2050年 氢气可能承担50%的电力需求 所以现在 新建电厂 全部都预留氢混烧能力 同时 新加坡还在研究 安燃料 生成地热 甚至先进核能 重点是什么 一句话 你可以不用 但你不能没准备 最后一步 也是新加坡最狠的一招 当别的国家还在讨论能源独立的时候 新加坡直接选择了能源联网 现在已经有一个项目 老挝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四国互联 目前规模是200兆瓦 未来要扩大到几瓦级别 而新加坡给自己的目标是 到2035年 通过跨境电网 进口4到6几瓦的清洁电力 这大概占全国用电量的30% 甚至还有更激进的方案 比如 从澳大利亚北部 通过3800公里海底电缆 把太阳能送到新加坡 新加坡做的不是能源自己 而是把整个区域 变成自己的能源腹地 总的来说 新加坡能源安全 从来不靠奇迹 它靠的是多元进口 市场机制 技术储备 以及区域协作 新加坡不是一个有能源的国家 而是一个把能源问题 想得最清楚的国家 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小国 你会选择新加坡这条路吗 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价值 也欢迎点赞 转发给更多人 想看更多这种 拆解国家战略 制度逻辑的内容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